大家好,欢迎观看居家101,我是阿渡 今天的视频我们将会说说空调出问题时我们可以尝试的几种方法 这次的信息量可能会有点大,而且会提到一些我以前做过的视频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看很长的视频,所以我也不希望这视频的内容太长 我讲的速度可能会有点快,而且以前视频说过的内容会尽量简化说 所以之后可能还会再做一些视频对部分的内容与电路的形式做补充 先声明我不是专业修空调的,所以我只是提供一些我的经验 空调的问题有很多各种不一样的,有很多可能我们自己处理不了 像是加冷媒就需要有认证的师傅 所以如果我说的方法不行,请找专业人士 如果你留言问我,我会尽量回答,但是我的能力有限 我给你的建议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可以自己了解问题 这样才不会师傅说什么你就换什么,这样很容易被骗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要了解空调的构造 空调主要分成两种,一种是一体机,通常架在屋顶上 然后是分离系统的,它会有一个空调机在地下室或是阁楼 然后会有一个冷凝器在屋外 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空调机负责利用压缩和蒸发冷媒的原理,吸收热量 然后转换的热量,再冷凝器用风扇排出 如果是一体机,那就只是空调机和冷凝器都在同一台机器里面 而不是两台机器 由于冷凝器必须在屋外排出热气,所以一体机只会在屋外 我家是分离系统,所以我将以分离系统来讲解 首先我们要尝试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检查电闸 电闸跳电的话,空调没电,所以空调是完全不会工作的 如果电闸没跳电,你可以顺便把电关了 因为之后的步骤需要断电 或是你也可以止光空调机或冷凝器旁边的电源 但是最好在工作前用试电笔测一下 第二种方法就是换电容 我之前做过一次视频说过 空调有将近5成的问题都是电容老化造成的 空调机和冷凝器都各自有一个电容 不同的电容在不同程度上的衰败,会出现各种不一样的情况 空调机的电容老化可能导致空调风扇不启动 冷凝器的电容老化可能导致排热风扇不转,或是压缩机不工作 所以有可能制冷但不吹风,导致蒸发线圈结冰 或是吹风但是没有制冷或排热 这些情况要么空调不转,要么吹出来是常温的风 压缩机不工作时,冷凝器不会发出平常那种很大的Buzz的声音 所以应该能听出来 电容在老化后还是会尝试启动空调或冷凝器 所以你等一会儿的话,有可能听到咔哒的一声 那是冷凝器尝试启动的声音 有时候如果你在这时拿棒子旋转一下扇叶 冷凝器可能会启动 也就是说,如果你听到冷凝器尝试启动但是失败了 然后你在拿棒子旋转扇叶时空调启动了 那代表肯定是冷凝器电容老化了 如果要更换电容,要记得电容会储存电量 所以你在断电后各种部件都可能还有电 如果没有自信,请不要胡乱尝试 更换电容以及测量电容的方法 各位可以观看我以前做的视频 空调吹出的风不冷也有可能是需要补充冷煤 这需要有认证的师傅来做,所以我就不说了 由于电容能影响的情况有很多 而且也是将近五成的问题所在 所以之后的几种方法都是建立在 已经尝试更换过电容的前提下说的 第三种方法是看保险丝 保险丝骚断的情况空调当然是完全不会动的 空调的保险丝有两种 一种是高电压的 在电闸断电的里面 有时拔下来就可以看到 有时候要打开里面才会看到 低电压的则是在电路板上有个小的 或是有时候会连接在电线上 我们回到格楼的空调机 空调机打开后 电路板或是在旁边有可能会有保险丝 我的是在电路板上 下面这个咖啡色的就是保险丝 我们可以看看它是不是烧断了 不知道的话把它拆下来 用三用电表的风鸣档测一下 我这边测试的是微波炉的保险丝 不过测法都是一样的 如果是好的风鸣档会响 不过保险丝如果烧断 通常有可能在某个地方会有短路 所以并不是很好的解决方法 换了之后最好看看其他地方 电线有没有互相接触到 或是也有可能电路板本身出的问题 第四种方法是看变压器 空调机里有变压器 把插头的240V或120V的交流电降压到24-28V 这电压会使用在很多地方 像是温度计或是分区控制板 所以如果你在温度计测R到C之间 没有24-28V电压的话 那变压器就有可能出问题了 第五种方法是看中继开关 空调机中还有个中继开关 我这个空调有两个中继开关 它们都在电路板上面 但是通常的情况它们会是一个额外的部件 中继开关是一种当一边电路通路时 另一边的电路也会变成通路的部件 用在我们把低电压通路时 高电压也会自动通路 也就是说 当温度计的24VR到G通路时 中继开关将自动通路120V 来启动空调风扇 所以出问题时有可能压缩机制冷 但是风扇不把冷风吹出来 所以冷气就不会冷 这种情况因为压缩机有在工作 所以没有被吹出来的冷气 会把蒸发器的线圈动住 所以如果你发现温度G R到G通路时 空调风扇没转 然后蒸发器线圈有节动的现象 那多半就是中继开关 或是空调风扇出了问题 第六种方法是看连接开关 我们再回到外面的冷凝器 冷凝器除了电容以外 里面还有一个连接开关 你把它打开来看 里面有一个按钮 按下去会启动冷凝器 这开关是有温度计的R跟Y接触启动的 这个开关用久了会有点烧焦 可能会开始出现接触不良 然后就会出现冷凝器不散热 而导致空调不冷的问题 这些部件更换很简单 它只有后面几个螺钉固定住 下下来把旁边的序号记下来 买一个一样的 然后跟原来用一样的接法 把它接回去就好了 在更换部件和测试空调时 请注意两点 第一是空调有时候 是有一些额外的保护开关的 像我这个空调机 外壳如果不装回去 没有把这个开关压进去 空调是完全不会工作的 还有就是空调或温度计是会有延时的 像是空调现在是启动的 你有时候突然关它 它不会关起来 或是有时候你想开空调 却没有办法马上打开 这设计是故意的 因为空调启动和关闭都需要一些时间 如果你温度计随便乱转时 空调就会开开关关的话 很多部件就会损坏 所以在测试时 稍微有点耐心 每次空调没有马上反应时 先等个一两分钟 再确定要不要做下一个步骤 前面说的都是跟部件有关的 这边额外补充一点 如果你的过滤网太脏 堵住了回风口 或是冷凝器或蒸发器线圈太脏 都会影响空调制冷的效能 甚至是影响启动 过滤网和冷凝器的介绍 各位可以看看我清洗过滤网和冷凝器的视频 我的蒸发线圈在阁楼的空调机里 我不太确定怎么洗 蒸发线圈是负责运送冷煤的 所以如果每年冷煤都会变少的话 可以检查一下蒸发线圈 和一些肉眼可见的传输管道 这些算是我遇过比较简单 就可以解决的空调问题 如果情况更复杂 或是牵扯到大部件的更换 我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士 再重复一次 本视频只是提供一些基础知识 就算只是更换电容 电容会储存电量 所以就算断电也可能会被电倒 更别的说是变压器之类的高电压了 所以如果没有自信 请不要轻易尝试 这样我们就完成啦 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 请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非常感谢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